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司徒文俊 我旁边还有每天精精神神的台长梁锦祥先生 台长,今天精神吗? 当然精神,哪里有人精神? 不精神怎么做节目?文俊我就怕你,今天够不够分? 我昨天有听台长和我老爸的说话 看医生,吃好药,昨天吃完药就睡足10小时 很有听你们的说话,台长就要多喝水 割烟酒,所以对上48小时都没有吃过烟和酒 只割烟酒,只割烟酒,只割烟酒 遲些会補作 那雪茄就拿着就不怎么着 那酒就放在旁边就没扭开 这样就很听话的,昨天做过乖子的 听台长说,所以今天的声音都比昨天好 就是这样 是啊,声音好了一点,因为大家听的声音都知道 是歌人的状态,因为你前几天一直有点沙 是啊,要保养一下发声带 收到了,知道了,台长啊 今天呢,就是周日啊 昨晚呢,我们说完这个yes呢 说这个集体回忆,邵国华去引申到 听众反应很好啊 很多听众都说呢 就是,比起呢,天天呢,我们都是说那些确诊啊 讲那些医院的惨况啊 就是,早前,因为很多听众都说他真的听完 台长有一些很感触的对白呢 他们是哭啊 那还要是,又拿给其他人听啊 接着其他人又哭啊 那接着呢,就是说那气氛就很沉重啦 那甚至乎呢,早前有个听众呢 这个行为我很不建议的 因为我就绝对不建议说不开心去自残自己 他就说很不开心就走去戒手 那接着呢,我都说,其实你这样呢 就真的不好的 那我也哄了他很久啦 那他呀,后来要求我 他说他生日 要求我可以亲手写了30卡给他 那我很疼听众的 那我就不止亲手写 我只是亲手画了 我画了一个超人给他加油啦 那么,行等超人啊 那么,那么,之后啦 那么,昨天那个呢 就有一些听众呢,就原来他说,哇 他十几二十年前呢 就是他说他已经见过邵国华,见过魏震 还说他还见过台长 那就是说的是,还要是报纸时代的台长啊 那就是,都有很多的集体回忆啦 那另外呢,有些听众想说有一天呢 可不可以,台长说一下,小时候有什么好吃啊 小时候去哪里玩啊 那又说,想文俊可不可以 说一下小时候 是玩些什么的呢 那小时候没有很多上网的嘛 那以前老实说,不是踢球就是玩四驱车啦 那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要是踢球,要是捉衣恩 要是以前还会玩什么何仔工啊 然后,还会是捉来捉去的那些啊 那当然大过啦 那大过,年纪大小小的嘛 当然是玩气窗啦 那去那些山头野嶺啊 打一下气窗那样 那另外呢,就最近军事那里啦 那有些听众就问 哎,我们是不是有些 就是好像额外的,好像之前,Edwin Sir呢 那些军事的补充的节目 那有的,那已经呢 就是,就是很感谢Edwin Sir,因为他最近都很忙啊 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昨天呢 都没有时间去做直播 因为他有一些事业上的忙着,但是 他都抽时间,是凌晨的时候呢 抽时间和大家录好了这个火箭炮特輯啊 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呢,应该都不日上架啦 那最后今天呢,听众就说,喂 每个礼拜都有直播的啊,这样 那为什么昨天没有呢 第一,Edwin Sir就没有空了 第二,我就不舒服了,我就很早睡了 那但是今晚呢 就啊,火爆大叔,蝎子王,阿朗哥呢 那和我们,呃,技术人员,IT Jacky呢 那都会呢,是有一个直播的 那大家呢,一会听完啊 啊,台长和我的节目之后呢 那都支持一下啦 那起码,喂,他们四个说的东西都 都挺过瘾啦,好像蝎子王说的那些东西 那大家可以是听一下的 那台长,我们今天啊,你打算说些什么话题呢 那,刚才你讲的这么个人,是不是? 我听到川阳入你了,就 你都给了那个听众的留言给我 那应该是 Danny 那他如果三个,就是这三个人士 包括邵国华,啊,啊, 邪震,啊, 和我 都共识过呢,就是这个,这个经验都很难得的 因為大家三位理論述都應該不同崗位 但是我自己丹麥港的印象 對這位朋友Danny 我的印象不是太深 可能他要給我多一點資料才記得 因為他說在報紙 我做過報紙都頗多的 經常都跳槽 比如是哪一章可以告訴我 我會記起那件事 今天那個 文聰剛才說 昨天說到邵國華那裡引起這麼大的迴響 我都恃不及的 因為昨天我一直都在專注那個新聞 一直在看疫情的問題 我今天也是的 但是你突然間這個邵國華他病逝的消息一出了之後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咦 這件事要說 但是當時都沒有想過要變成一個主要的題材 但是我越講就越想越勾氣很多 很多往事 很多回憶 其實有些事我都不講 有些事我都沒有講的 原因就是因為都涉及那些相關人士的私隱 但是這個童年回憶這個問題 我突然間我又突然間有條根要想說 又不怕花多一點時間 因為正如文進剛才提 譬如有些我很感性的時候 會令到一些 牽動到一些觀眾的情緒 這裏首先要跟官方說對不起 我容易不是這樣 但是有時候我們做這行 如果經常都保持客觀 理性 中立和平 非暴力 非粗口 那個趣味性就比較降低 降低了很多 那當然有些聽眾又說我聽你的 不是想聽你罵人 但是有時候我們都想表達自己的情緒 因為我們很坦白說 我們自己都需要抒發的 我也都不怕在這裡跟大家公開 譬如說這幾年我周邊發生的事 譬如我認識的朋友很多都離開了 有部份就是現在在坐牢 這種氣氛其實令到我那個壓力很大 但是我經常都提醒自己 我今天還有一個發聲的渠道 也都很幸運有文進和我一起去做這個節目 我堅決是很感恩的 感恩就是上天次給我這個機會去發聲 就不是去發一些牢騷 或者是對那個周邊的人要做出一些貢獻 所以有時候我抒發一下 只不過表達我自己的感情而已 就不是想令到大家都有一種同哭一聲的感覺 至於說那個同年的回憶 我覺得我們久不久我們都要利用這個機會 去跟大家分享 分享的原因不是純粹趣味 而是說這種是一種的集體回憶 是我們自己的身份認同來的 其中一件事我們剛才和民進都沒有合過 就是我講這個問題我就想起了 譬如說突然間有個路牌在香港 這幾天都有人寫的 就是用了簡體字 為什麼一個簡體字的路牌會牽動到這麼多 香港人的情緒呢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我們自己的這個 這段歷史就是由殖民地的歷史到現在 其實是一個很值得 很值得珍惜的一種文化的經驗 就不是說我們被人優越 或者我們被人保護 不是 我們覺得這種經驗在世界上很獨有 就是香港那種 比如說我們的中西文化的會集 我們保留到某個程度的中國的傳統 如果就這樣這些東西在突然間消失的時候 第一件事我們不習慣 第二件事我們覺得這些東西我們要揭力 就是我們要盡量的能力去保護的 如果你突然間看到一個簡體字的路牌 你會覺得我們種種的文化形同 就這樣一夜之間就被剝奪或者被剷除 我們就會用很多很多方法 高調一點也有 低調一點也有去保護這件事 所以我們如果說我們那個集費回憶 我們就可以保留這種經驗 就是告訴大家我們是香港人的那個 我們土生土長在這裏 這個歷史值得大家去記得 還有下一代都應該記得的 我首先講一講我西光的時候 那個油 除了做功課之外 或者回家之外做什麼呢 我最記得一年一兩年的暑假 我做了一件事 我自己現在都覺得不是很適合的 整個暑假我躺在床上聽聲音機 那時候聽就是商業電台來的 那個節目我也記得很清楚 年青人時間 哪些做主持 我都很記得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件事 就做了我今天去做網台這個工作 事實上網台這個工作 我大概差不多都花了20年 那是我人生其中一段很重要的事業來的 那我想回呢 如果我以前不是聽那麼多電台的話 那我今天會不會做這件事呢 那我有一個壞儀 所以我昨天去講回邵國華那裏 其實他其中一段歷史就是在電台那裏做DJ 但是不是純粹說我們今天理解是DJ 他在裏面他都講很多 他對那個時事 對這些學術 或者其他文化上面的看法 那事實上在當年來講呢 就是在八十年代末期 至九十年代初期 其實是一個比較特別一點 比較特別一點 當時是DJ 你說明是DJ 就是哥哥 底調出來就是大葉茶 或者待剛剛說實際的混音 在七十年代延長 就是承認只著也肯定逐漸 就是這樣弟弟 就是爬出來 денег 就是當時я緊迫出去 labor 比如那個時候 那他昨天的、現在說一遍 呢 說延長分別人 之後就是還有壞鑰 後來他跟商台搞得不太愉快 去了港台 也有申請去做 所以昨天對他的總結 他是很少數做運香港三個電台的DJ 但我對於DJ這個講法 我又覺得有所保留 因為事實上他們剛才做的那個 不只是播歌那麼簡單 還有做一些其他 簡單來說文化傳訊 我覺得這種做法 其實在後來網台那裡 都出現了幾多 一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網台本身播歌的能力 那個條件不是太強 我們早期都試過的 但是那時候也跟Cash聊過 但是聊完也沒有什麼結果 但是那時候也處於一個 比較模糊的地步 那時候除非他走來和你計算 否則你都可以偷偷東西 但是現在就不行了 現在無論YouTube 其他東西都限制你一好死 所以這個聽電台 很長時間聽電台這個經驗 我相信某個程度 就影響了我今天做網台 但是是不是說我只要搬回我聽電台的經驗 下去網台呢 那就自然不同了 其實我聽了電台這麼久 我得出一個商話的結論 這個結論我之前都講過 就做網台應該和這個做電台 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我們去講一下趙國華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 做電台的時候不可以有dead air 不可以有粗口 不可以有很多很多泛民族節的 但是我覺得做網台就應該違反了 應該特別是去挑戰這些這樣的 就是你想它沒有什麼理由的限制 那我不會有dead air 如果我喜歡的時候就有dead air 如果我喜歡講粗口的時候就講粗口 但是這些這樣的挑戰 其實到今時今日就已經陳昂南調來的了 如果你說今天我再譬如說粗口 就大家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之處 但是今天去到這個地步 其實做網台就要想好很多不同的心思去生存 反而它那個自由度就比電台大很多 所以現在那個聽眾他去聽的時候 他們就要求那個深度 要求那個頻密的次數很多 例如剛才文進說 做一個Live的節目 可能做幾個小時的 突然間你因為某些事情不做 那些聽眾可能竟然是要投訴 那我覺得就很奇怪 因為大家哪有這麼多時間去聽呢 聽完還要求那個節目主持人 在無償地 免費地去做這件事 那我覺得有些奇怪的 但是反過來看這個其實就對那個 就是網台那個主持或者那個節目 是一份很深的感情啦 因為現在變成是不聽不可以的 聽慣了不聽不可以的 聽慣了變成了一個慣性的羞恥 就變成了一個吸引力在那裡 就變成了不會那麼容易就算你譬如說就這樣 就是大家幾個人在那裡聊天 都能夠吸引到那些觀眾留下來聽 就建立了一份感情在那裡 所以我想今天做網台 其實就跟以前做電台 以前做電台很純粹就是 你只能聽到聲音 其他東西你都看不到的 譬如我們那個時候 就很出名的幾位的報音演員 播音員 譬如尹芳靚 楊廣培那些 以前是完全看不到那個樣子 就憑個聲音去推敲這個人的樣子 後來就看到了 很驚奇 但是今天網台就不止了 你在網站上面就看到樣子 好像文晉到現在還沒出過樣子 但是起碼對那個觀眾本身 他是熟悉很多 譬如很多生活細節 譬如說這個人他喜歡看什麼書 他平時做什麼 現在差不多叫做療癒指掌 這個是跟以前做的那個電台的時候 是很不同的 但是我始終都是很懷念 以前聽三機那段的歷史 文晉你自己應該不是好像我們這代 這樣聽三機的 其實就是這樣說 首先我自己也很感恩 因為台長這段時間 其實每天錄節目 變相 等於其實我跟他 是每天都溝通到的 那很難得你可以跟一個家人每天說話 就是我一直都視台長是家人 這個我也很感恩 另外第二件事我想說回 其實可能我工作比較短 因為其實有些聽眾位 我有些讀者都知道 我的知心讀者 其實我是很早就出來工作了 很小時候 原因就是我讀不到書 讀書不成 其次呢 我就很嚮往這個五彩繽紛的世界 你出來工作 當然不會是你所想像中那麼精彩 甚至乎 你不會覺得 小時候出來行走江湖 什麼時候都像陳皓嵐一樣 刀光劍影 你不可能的 其實你很多時候都是做沉悶的工作 去幫別人拿鎖匙 打電話 去做這類型的事情 變相那時候又不能上網 因為那時候我們小時候 譬如 最早期我們還是經常 去一些店舖 去士多打電話 有些什麼你要找大哥 打電話 然後打去他家 要打幾個電話 看看他在家 在檔裡 在鬥裡 還是在哪裏 還是中親會 你要打 接著呢 另外去到後期好一點 有打電話 接著打電話之後 以前的手藝電話 就是大哥大人不到我們 我們這些小孩子 不過呢 那時候很流行 有些第一代的手藝電話 就是你要去接收站才能打到的 那當時呢 叫做可能 有這樣 接著去到很後期 電話又上到網 又可以當到相機用 很後期的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 主要呢 都是聽心機的 例如那時候 最大的 叫做一個消遣是什麼呢 去到你沒事做 那可能譬如說 在澳門 以前有個叫 回歷娛樂場 其實現在都有的 現在重新裝修過的 以前呢 就在這個碼頭隔壁 台長也去過了 那裏 因為那裏呢 很出名的 有一個叫回歷球 就是這個體育博彩來的 就是一些叫做 袍國人 留下來的運動項目 可以買的 買哪邊贏的 其次呢 那時候呢 那裏有喝茶 又有那些叫科騷 就是那些叫做 色情卓上舞表演 那都是很著名的 那舊的回歷 大家想看回呢 其實你看回這個 古惑仔電影呢 第二集 晚龍過江呢 都有些片段 例如那個 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演員 李兆基 就是這個大飛 就是那個叫基哥那個 那他走出來 就是叫完雞 就抱著兩條女子被人斬 那個位呢 其實那個就是回歷的正門 那時候沒什麼做呢 那做什麼呢 就是去對面回歷的隔壁 有一個叫國際的商場 那下去就釣蝦 就是那時候還有一個釣蝦場 那很喜歡在那裡釣蝦 在那裡聽一下 那你釣蝦那些 現在這些活動全部沒有了 全部沒有了 以前要是釣蝦 要是有錢 就是鹿寶寧 但是通常釣蝦就不用錢 為什麼呢 有時候見到那些大哥在那裡 就說 哎呀我假設的 那些姓名如有雷同 實屬巧合 哎呀居哥居哥 哎呀沒什麼做啊 我可以坐下來和你聊聊天 哎呀你自己坐著自己拿去喝 哦好大佬大佬知道 就是這樣的 那你不用付錢 你明白嗎 甚至乎你小時候都很有人情味 肚餓就走過去 問問問問文哥 很肚餓啊 可不可以做叉燒飯吃 行了行了 吃完了 那時候你很開心的 你小時候呢 那些地方呢 通常他就會播心機的 無論你是去當仔吃東西也好 你在釣蝦那裡也好 他都是不停播心機的 所以呢 我已經 但是你們播的電台 澳門電台還是香港電台 兩個 播中山電台 或者是播香港電台 例如呢 我很小時候已經聽《心美903》啊 那些 很開心的 例如那時候 譬如他們說 那些什麼黎明 經常說一下金句 那些 其實小時候呢 聽很多那些 就是那些明星的東西呢 都是 在那個時間來去聽的 而呢 那時候呢 我記得有一次呢 就是那時候 有個活動 然後呢 我 那時候 那些賭場活動 大概是在酒店裡搞的 然後我在馬路那裡 小時候不看燈 衝出去 然後有一個人按著我 你看車 你知道那邊按了嗎 是 那個是金城武 哈哈哈哈 他過來參加 他講廣東話嗎 他講廣東話 但是當然不是很正 然後 那時候 你知道他那個名字是日本的名字嗎 我知道 他很英俊 那時候我對他都不熟 在後來呢 因為他 PlayStation有個遊戲 叫鬼舞者 就是用金城武的樣子 去做3D模特兒 就是當然啦 你九五九六年的技術 當然沒有現在那麼漂亮 那就是用他來做主角的嘛 另一個主角就是 那個謝哥紳索不太難的 那個尚蓮奴 然後呢 就是現代法國警察 其實他是聲電騎士來的嘛 然後就是 就是說一些跨時空的遊戲 然後呢 就是那時候 嘩 那麼高那麼英俊 因為我小時候很矮的 我小時候是 我是很遲才發育的 所以我小時候是長期 是處於得麥克風不那麼高的 所以 他們以前經常叫我做冬瓜 然後就是因為我矮的 然後呢 當時呢 其實去聽那些明星日視啊 有時候呢 聽阿森美說這件事 其實覺得很開心的 小兒那些 那麼 去到其實 中間啦 其實有一段時間呢 就是 收音機這件事呢 是陪伴了我很久 我都說過了 例如那時候 就是晚上你真的沒事做 聽潘少聰啊 聽老符啊 聽那些無人駕駛啊 就是 每一樣呢 你都是回憶來的 那當然啦 你也有時候會心想 是我很想打上去講 喂大哥你澳門打過去 是長途來的嘛 對吧 那當然是支付不起的啦 那 所以呢 那時候呢 那個 的 時代呢 是 很懷念 而且那時候 因為沒有電腦 沒有上網呢 你所有東西是真實很多的 就是 我還是會 那時候不是為了環保原因 是為了因為不想給個飯盒錢呢 自己拿個飯盒 會拿去那些餐廳裡 然後叫他進飯盒裡給我拿走吃 嘩 你的童年也是很艱苦啊 艱苦的 艱苦的 你講到這個飯盒那裡 最近是不是澳門有一宗關於這個食飯 這個餐廳的東西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喂 這件事是很新的 有很多聽眾想我講講 那其實呢 是聽眾 發了給我 然後我也是 就是叫做 在上網立個下 就是欺笑露賣形式 那什麼事呢 就是現在就很流行 那些人不是上網寫食評的 那比如 喂 我說去你的餐廳裡吃完東西 那我上網可能有些社交平台 我有些可能是那些 叫做自己的專業 然後呢 我就去寫一些食評 那話說呢 有個澳門都可能有些知名度的 叫做那些食評家 那他呢 就去完那間餐廳裡吃完東西 那他去的時候就沒有表露身份的 那他去之後呢 回到他的家裡了 就發了一個私訊 就是一些短訊給那間餐廳 就說我是澳門哪個KOL 就是飲食界KOL 我們剛才呢 就來了你那裡吃東西 還有拍了照 那如果你想一下 我們這篇文 那些文裡面內容寫得好一點的 那你考慮一下贊助我們 那贊助費就200至500 你自己隨量 我們看回 按你贊助金額 那些文字就修例一點 那如果呢 你不贊助的 那我們就說得直率一點 喂 那些像不像以前搬盆吉去人家裡 去收錢那些 那些堂地做法 都是的 就好像我小時候這樣 真的我都試過面對那些 就是家人開飲食 接著有那些叫做 那些道友啊 搬盆吉啊 他在那裡也不買 就是在街邊捧盆 就是政府呢 有時候聖誕有些什麼 放些盆栽在那裡 他就捧盆在街上收拾 然後走過來 跟我們拿利是 那時候 我也面對過這些 那些道友 尤其是 你給不給呢 你不給的 我就找柯哥跟你聊天 你不給的 我就在你門口大炒大闹 以前都有這些 一直都有的 那 我們 有時候 小時候 叫做 沒什麼禮貌 通常就串他 給你弄什麼啊 你去麥當勞收片 這些其實都是童年回憶來的 因為 你會發覺現在 麥當勞 跟你小時候 麥當勞都差很遠 你現在都沒有那個麥當勞叔叔 坐在那裡 就是那個公仔 是呀 是呀 那公仔 你知道那個公仔後面有神秘的意義嗎 咦 是不是因為他是Joker 哈哈 是啊 那個實際上是Joker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狡猾的玩笑來的 很多小孩子的東西 後面有一些神秘的意義 不過我們今天不說這件事 這個KOL 做了陀地收錢 這個話題很有趣 喂 不開了他的名字 其實呢 開來都 我覺得意義不大 因為第一 他在澳門是有名的 但是其實 我想他也成立了一段時間 但是他那個 那個所謂的定月人數 其實就遠不及我們現在的 那你想一下 我們先做 無為益他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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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一句 喂 我們做了兩個月 兩個月我們的人數 多於你做了一兩年 那我覺得 大家已經說 師傅落場已經不需要聊天了 如果你計算這個所謂的 定月數或者影響力 那我相信 如果你只是計算這個網上媒體 那都遠不及我們了 其次如果你再計算 實體報紙上面 我和台獎的讀者的人數加起來 那我就 我想是拋離他幾十倍的了 因為 尤其是 譬如你報紙寫得很久 譬如我去 我去一些地方搞一個TOP 那 寫得明 那 澳門日報專欄作家司 圖文進老師 那 你只是過來聽的 都過千人的 那你 你實體的 你沒理由 要這樣 所以我就決定不說了 而且 在我的角度 現在很容易 無論什麼人都好 你很容易自己開個Page 那最好 譬如你說 你自己是個女生 或者你本身可能 你太太 你家人 譬如姐姐姐妹 只要不是肥的 化下妝 穿得性感一點 穿得性感一點 其實你又不用露空的 露一下腿 穿一下私物高跟鞋 然後去拍一下文青 那些 現在你會發覺 很多KOL 都追求那種文青的感覺 但如果你真的認真 你要去做文青的 第一件事你會寫文的 從來你發覺 我不會說我是文青 民宿 我不會說這些 但是我實際上 在報紙上寫了十幾年 那倒過來 你只是為那些打扮 拍照的風格 看下去 好像營造一種很有質感 很有氣質 好像很有那些 叫做文人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你將文青兩個字 變成Fashion 就是侮辱 你有時候 你落場 真的要打得 我相信這件事情 我和台長 基本上 以我們傳媒的工作經驗 其實好像我這樣 我寫玩具 寫收藏 寫電影 寫財經 我什麼都寫過 那我想台長 其實基本上他也是 什麼 其實你落到我們這些 叫做 你當是專欄作家也好 你當我們是 一個叫做編輯 或者你當我們是一個記者也好 其實對我們來說 什麼事情我們都做到 什麼題目都做到 是不是 而這些可能就是靠拍幾張照片 然後自己可能 作為一個女生 打扮得怎麼樣 或者你是推個老婆 或者是推個姐姐妹出來 然後這樣拍幾張照片 然後拍那些食物 其實每個拍食物都差不多 然後你去寫 其實我覺得最沒有技術性的 你去做什麼呢 例如很簡單 你形容一瓶酒好不好喝 那你喝一瓶果酒 你說有果香 那你回家吧 至少你要寫出來 那瓶酒 它是落什麼葡萄 例如 那瓶是薩當尼 第二 如果一個人跟你介紹酒 他拿一瓶意大利 或者是其他歐洲地方的 Sparking 他告訴你那瓶香檳 你要叫他回家 香檳是法國一個地區 那裏出的汽酒才叫香檳 而不是通清所有東西叫香檳 有時候那些事情就是 你做KOL 你不是叫你拋書包 但是一定要有知識 你沒有知識 你就不要去做KOL 這個我的看法 你可以出來的形象是 你怎樣粗魯也好 你說你怎樣地貓流氓也好 揭到落底那一刻 你揭到落底 你一定是要 起碼要有一個見得人的知識 和那個叫做 那個領域 而這一群 現在這些所謂的食評家 KOL 完全是沒有的 簡單來說 當你形容一粒雲吞 你形容什麼大大粒 形容一粒雲吞咬下去 爽口彈牙 爽口彈牙有口感 我這樣說 當我十多歲 十三四歲 我在報紙兼職 去寫食評的時候 我當然不會讓他知道我的年紀 甚至乎我曾經做過一段時間 我當時我在新鴻基 我不是說過 我當時我做寫手的時候 我也是很小 我當時是原先有那個名字 那個專欄作家 他還說不做 然後腦袋就跟我說 你頂他的名字 我自己 當時我是做這些OEM 連自己 司徒文進的名字都不能出 是用別人的名字 然後 那個名字還叫什麼呢 就是COLT 即是出槍那個 即是那間廠 曲 那個原先有那個曲仔 就不寫 然後我就做第二代曲仔 我就頂他的名字 那就是他本來介紹玩具槍 那當然 現在隔了幾十年 人們一說這個名字 哇,前輩啊,前輩,原來你就是啊 什麼什麼的前輩 我是從那時候開始奏出來 那變相我們那時候 都有個習慣 尤其是沒有得上網 我們看那些槍械資料 真的按驅到怎樣 去圖書館看 跟著另外去問那些 例如阿朗哥的老虹磚 他們以前經常翻課 那时候真的处于这样的地步,你自己都不懂,你去写 然后用一些很肤浅,甚至近乎废话的评论,去评论一件事,一个食物的话 所以现在那些人问我,为什么你不留意新的很多KOL,甚至有些YouTuber,有些节目,为什么你不去听,不去吃 因为我觉得这个水准太低了,你根本的情况就是我自己,我听你讲,我根本就完全是零得益的 我觉得是废话,根本就比拿着报纸来读,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节目,或者看你的文章 那些是浪费时间,那这里我要开个名字,这段时间有个KOL叫做雪衣,我穿了一件泳衣出来 哇,之前那件事已经搞到,全部人对他犯金,现在整件泳衣出来 台长啊,台长,我直接点说,中立点说,去到我现在的年纪 我昨天也说过,那些年纪就不合我口味了,但是呢,如果你说,坦白说,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 都还可以保持到这个身形,化妆,有这样的样子呢 坦白说一句,其实算是这样的了,台长 哎呀,你的要求真是低的 不是的,有时候说过,你要知道,尤其是女士,你过了四十岁 那你很多时候,真是很显老的嘛,也不是每个化妆都有个样子 那你问我,女士内涵重要,还是样子重要,那你当然是样子重要 这个是你的看法,这个是你的看法 当然了,是内涵啊,你以为我还学你那些 我认识个女士,问她,你有没有看过沙士比亚的 喂,不要说啊,真的啊,真的啊,这个不是假的 我们真的会谈这些事情,OK 大佬,怎么做你的女儿啊,你这样 要不就沙士比亚,要不就问她 你对现在俄乌的看法,哇,你想那些女儿怎么回答你呢 但是你要学一下我,好像我那样 聊两句话,咦,喂,是的,YSL今年那支限量唇膏 你觉得怎么样,你这样,这样,别人才觉得你是 是个文青,对不对,你那些就过了事了 你混不了女儿了,对,对,对 你刚才说这件事,就是衍生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位女士,就是陀梯的做法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批评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很离谱 但是今天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大家都要很小心 就是现在很多KOL,里面是女性KOL 就走去售那些加密货币 我看到有些现在买到成熊城市 因为我不知道你那边怎么样,澳门那边 现在香港这边,连地铁站,广告都有 有类似这些这样的加密货币 甚至在车里,巴士里都说大大只要哪个KOL 去推销这些加密货币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情况 事实上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 有的,其实澳门也有出现那些什么美国退休军人 认识了一个可能是五六十岁的 跟着又骗了他一百几十万 跟着又有那些无端端又说帮你开个户口 跟着怎么样上网投资 或者是其实澳门也有那些 不过那些的骗子就当然不是澳门人 那些当然是某些地方 跟着又利用跨境电话卡 又或者可能是外国 例如是缅甸、东南亚那些 跟着他打过来 又或者可能都是 利用Facebook 也有很多这些 但是你说澳门会不会有一些明星或者KOL 去买这些呢? 第一我想说澳门就没有明星的 有那些都过了香港的了 比如说老一辈的 方中信、龚石良 其实那些全部都过了香港发展 那你新一代那些什么微辣啊 什么小肥啊 那些都过了香港的 那你在澳门里面呢 你真的认真出来 澳门是没有娱乐圈的 如果你在澳门你要做明星呢 就算你刘德华和黎明在澳门 都只会是 要是去派牌 要是去考政府工 你都不会出到黎明和刘德华的 在澳门 这个是那个环境局限了的 而第二样东西呢 KOL 我也是这么说 澳门有很多KOL 我也是自视过高的 正如我呢 譬如说 文俊哥 你是KOL 我绝对不是 因为第一 你极其量 你可以说我是一个作家 因为我真的在报章 在杂志上写文章 是写了很多年 第二样 你可以说我是一个 一个节目主持 因为我自己 我就很一样东西 我是很向往那一种 以前大气电波做电台 那一种的方式的形式 所以呢 我自己呢 我也是倾向的 是做声音专栏的 你说KOL 那些人 如果是有一个 你会看到我站出来 可能我是参加一些公开的场合 例如 我是譬如 譬如在政界或者商界 可能我是有个 重要点的地位 甚至乎 你会看到我 我直接在 在这个 市场上面 我是在股票市场上 我敲股的 告诉你 我现在 我是这里的CEO 然后呢 你访问我 你问我 你是不是上网上 还有个名字叫 司律文俊 或者是 你是不是报纸写的 司律文俊 那我就回答你 但是呢 如果你说 好像现在 你自己 什么都不是 只是一个 小人物 small potato 一个基层 的人 要走出来 去包装 去标榜自己 我上网说话 我很厉害 我认识 梁錦祥先生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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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老寒专 我认识 新一代 蜆子王 什么火把大叔 都是那些兄弟 你要去说这些东西 然后去衬托 去说你自己 都是一个所谓的Hill Well 我觉得 就浪费 第二 如果你是用这些东西 你也要想的嘛 你是想 引证自己 有没有那个 影响力和公信力 但是这两件事 其实是很简单的 不是你自己去说的 而是别人 外面去给你的评价 如果你是 还有就是那个时间的长度 如果你是不行的话 就算是做节目 很简单 我记得台长十几年前都说过 做节目呢 你们听完呢 现在觉得 喂我说比你更好 是可能是真的 但是下一集呢 再下一集呢 再下一集呢 是不是台长 你要有延续性啊 我们说了 这个都是一个很 之前我跟林文静说过 有些比如说 你今天请到一个很好的嘉宾 大家蜂蕭 每个人走来听 那明天怎样呢 后天怎样呢 大后天怎样呢 其实做这些事情 全部都跑长线的嘛 一样东西很重要 就是说你的那个坚持力 比如你今天做一个好的节目 明天不好 好 后天又差一点 或者突然间又好回 那观众就不是很接纳这种 因为他需要 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说 需要一种惯性 他起码每一天 你都会见到他先 第一个起码每一天都能保持到 某一个水平的质素 这个要长期做 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 有些人譬如说一两年 都是很爆 但是那些人听到 听到上下 又是这样 但是你要坚持说十多年 或者一路都保持到这个 那个听众的兴趣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所以刚才文静说的 的而且我跟他说过 所以去到现在 我的心态 跟外面那些 可能譬如食评家 或者我是一个评论家 譬如以我来说 我难道我去辣索一些商家 我去买了你的模型 我买了你的鲨鲨鲨鲨鲨鲨尾 其实是不是有辱了我自己这个名字呢? 我会这样想的嘛 尤其是如果你人去到某个程度 我小时候真的经历过那种艰苦的日子 艰苦到快乐时期很肚饿 但是没有钱嘛 那怎么办? 一天买两个椰子包吃就算了 真的很饿的 然后喝水 喝那些1.5L的那些 一天喝你三四瓶 还以为自己拿着瓶子去浸泡 你不要想着买新水 那我经历过那些日子 当时你问我 譬如帮家云吞面舖写的 那你也会下点功夫 譬如说明他的汤底有点不同 除了一般的大地鱼 他还加入了原辈 而那种原辈也不是普通的东西 那起码你吹到一段 然后你出来 可能你觉得写得漂亮的 然后你回去 报纸给你稿费很少 那你的商家欣赏你 觉得这个俊仔写得挺好 譬如是 开心的请你吃碗东西 再什么就给一封利是 你是这样的心态 你不会说 我辣索你 我写你的云吞臭的 写你的虾臭的 你不可以把你的公权力 应该这么说 你那个在平台上发声 来做了一个武器 现在更甚者就是 你们走去 譬如说 我有几百个追随者 一千个追随者 就觉得自己是个KOL 你这个的级数 算是什么 如果你以前老一辈 我们没有任何社交平台 纯粹搞揭报纸看的 你问一下台长就知道了 你写报纸 当你写到会有些人 去存起你的展报 存起你的文章 贴好整本 拿给你们看 叫你签名 或者有时 你写了一些文章 很简单 你写蒙面超人 日本蒙面超人 联络你 你寄两份sample给我们 我们要传下 你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实力 所以我做报纸 尤其是我自己大了 我起码 当两餐都无忧 我一直都放在我手质 第一 我永远被自己企道得高地 就不会特别 说是去对一些商家 为了要讨好他 去写善稿或者假说话 那你说有些很出名的 例如国际很有名的 他过来澳门 他比如说我要找 指名我要找蕭文章写稿 那你说出来吃点饭 那也没问题的 但是你说 你会不会额外要求他 我现在帮你写 我帮你什么 你给我什么好处 我通常就不会这样做 那更甚者呢 尤其是我写玩具 写收藏 我很多时候 我会跟商家说 其实如果你的东西是可以 我会自己用钱去买 然后我会自己收藏起它 如果你那件东西是不行 更甚者 我真的觉得很差 不值得在文章写 不如我订给你自己考虑一下 这件东西是否要出街 那绝对我是有得失过人 有一些很大的品牌 他就会觉得你困难 为什么你要这样呢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些玩具 卖出来 很多人都是草 盒都不开 那你还要着重 那些玩具的结实 甚至是否能扭到 甚至乎 我拍报纸我也有模特儿 我也有模特儿 那模特儿不懂玩玩具 扔给那模特儿扭吧 就让他玩 就当他小朋友 你扭吧 很简单的 你扔件东西过来 合体机行 我给那女孩合一遍 他合到的 我就跟你出问 我说你很困难啊 我说玩具是用来玩的 那可能有时候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些风骨 你没有这些坚持 人家就知道你是假的 那假的 你出来就不会有公信力 就不会再 这个是一个循环来的 就不会去到 有些国际性的公司 或者机构 我来到 我指定要找斯洛文进去写 我要怎么样的 跟着也不会是 有一些公司 你写完之后 他将你一篇文 叫你签名 跟着在他自己公司 在办公室里表出来 你不会有这个地位 但是现在太容易了 随便 Facebook 怎样登两张照片 那些人就会觉得 哎 我都很容易去做这件事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个感叹 台长你自己多不多写这些 一定有很多人找你去介绍 你写线稿那些 你怎么看的 没有 你说很多人找我写线稿 这个都不是事实 原因都知道我不会写的 也写得不好 但是你说这种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花时间去说 很简单就是 就是中国大陆里面那种 的传媒的气氛 就慢慢会滲透到香港的了 你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小移科 但是最严重的 那个应该是财经的 就是这些财经演员那里 很简单的 你每天都说股票 哪个股票升哪个股票跌 那你间中都自己 有些的 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 有些就是水人 就是说得清楚水人 坦白說我認識有些人真的做這些事 但是我一定不開名 大家聽到就覺得他也做這些事 但是這個情況我們今天講了很久就是很警惕的 包括很多方面的專業 比如醫護界 工程界 傳媒界 很容易有這樣的誘惑 以前阿民進就小了 我們那個年代在香港 比如那些護士 那些阿嬸 很久以前 這是說很久以前是比例子的 為什麼後來我們現在 之後我們覺得我們不會做這些事 就因為那個社會風氣改變了 我們提升了 但是會不會這種問題會死亡復燃呢 我告訴你這個平靜我們是很悲觀的 因為你越來越 跟那種中國大陸那種懷的 就是不好的情況 不好的狀況接軌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 如果我們做傳媒的 如果比如在大陸做娛樂記者的 一定收禮事的 一定收的了 是不是 不收的 就真的好像剛才所說的那樣的 但是你說 譬如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真是叫做老餅 老一派的 我們就完全接受不了這種情況 但是我們難保持這種標準 這種堅持 是不會破壞的 我在哪裡會看到呢 就是剛才我舉的例子 就是這個KOL 推銷這些加密貨幣的手法 很多人買 他們去買這些加密貨幣 他們知不知道裡面什麼東西來的呢 是不是 如果你說阿文進 我存金幣 我存銀幣 我存一些collectables 這些收藏物 起碼我知道這是什麼來的嘛 我坦白說 你現在知不知道這些以太幣 但是這個KOL 去銷售這些東西的時候 究竟他們有沒有觸犯法例呢 現在我們真的覺得是一個灰色地帶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去講這個就是剪了一件事 除了我們跟那個回憶 以前做電台的那個不同之外呢 就是今天由於那個網上的文化發展得那麼澎湃 就開始出現很多誘惑了 哇 你去水人買這些加密貨幣 隨時你自己都 賺的錢是很多啦 但是我們都不是去 覺得應該做這些事情啦 另外一樣東西 遲些也都會很多人參與啦 就是NFT啦 你還有看到周星馳 就是這個國產007那個造型已經出了NFT啦 那越來越多這些炒賣呢 其實就回到這個公元2000年的時候 那個科網股的泡沫啦 那我們這次去講其實就警戒大家啦 就是這個泡沫來的啦 但是大家就不要說根據那個KOL去銷售這些東西 就盲目地去投資 一定要想得很清楚 你自己是否熟不熟這些所謂的投資啦 其實跟那些什麼紫黃金啊 那些期貨那些都是不無多樣的 好了 雲俊我們今天是否應該講一些時事啊 是啊 現在時間都不多了 所以你要辦時間 不過是這樣的 台長 你說得對的 我去到近年呢 我是一個很守舊的人 我還堅持是真的去寫信寫卡 去給讀者 給朋友 其次呢 我就算是好像前幾天那樣 我也是專門去買金的吊嘴 金鏈送給人 我是堅持是實物的 就算我甚至乎你叫我 我現在叫你買少少開門口 就算我當你高位買了 你都還拿著舊東西在手啊 喂 我現在去銷售你 台長和文進呢 將會出一個叫我當 隨便吧 出一個叫司徒文進幣 那你自己又不知道虛擬貨賣是什麼 你又不知道NFT是什麼 跟著你去按 還有呢 我們可能銷售概念股 叫你買債券 買了那個期權先這樣 喂 你完全就不知道什麼 你就給了錢 這兩個人 跟著去到你發覺這兩個東西 根本是沒有實現到的 那你去追討的時候 台長和文進出來跟你說 那不關我們事 我們拿個名字出來 第三個公司操作 那間公司呢 在白布達的 那樣子 處理到的 沒有意思的嘛 所以台長說的話呢 大家要聽聽的 那今天有什麼時事說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方艙醫院那裡 就是他請人 請那些照顧員 排隊的人數就是百米 排到幾層樓 塞滿了人的這樣 那這個顯示一件事 就是那個失業的情況 是已經去到非常之嚴重的了 很多人其實都不是簡工 那這個就奇怪了 那你又如果是這樣 你為什麼會浪費幾萬元 去引入那些 所謂懂得廣東話下來 去做這些安老院的護老員呢 那還是沒有人呢 這個就是其一了 第二件事就是呢 現在那個 袁國勇教授呢 就高調地出來說話了 就是有接受訪問 那他就批評這個 就是 不要說批評啦 他就警告 現在呢 我們去做這個強檢 強制全民檢測的話呢 在其中一定有些酒樓的 甚至這個 就是強制檢測 因為那個人數的聚集呢 引起了這個第六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這個全民檢測呢 就失去了那個原本的意義 那如果這個全民檢測 都不能夠杜絕到第五波的話呢 市民對於這個防疫政策 更加失信心的 那很明顯了 現在袁國勇教授講的 和現在政府講的 也是兩種不同的態度啦 袁國勇教授講的 實際上你已經講的 就是這個全民強制全民檢測 是不可行的嘛 那也都有高永文 這個是689 其中一個頭馬來的 批評現在這個防疫政策 基本上是失敗的 由此種種呢 我們看到現在那個 就是政府的防疫政策呢 在林鄭月娥領導之下的防疫政策呢 基本上和這個防疫專家 就是譬如袁國勇這些 是自相矛盾的 只不過這個矛盾 不是說大家在公開的一些 辯論的情況之下去暴露出來 那如果是這樣 我們會問一個問題啦 就是政府去做這些防疫政策的時候 究竟他是聽哪一方面的意見 還是他們是事前和這些 這些防疫專家 本地的防疫專家 我們很深刻地討論呢 那很明顯是沒有的 如果不是呢 不會突顯到一個 就是說 政府說一套 防疫專家說另一套 時事有不同的聲音說出來 譬如說 你說這個 就是現在這個 這個恐帆毅 講到現在已經過了高峰了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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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的航班 應該可以恢復了 但是 林鄭月娥她回答這個 國際商務的時候 就是這個 這個風港的情況 仍然未可以即時去解覆 就暴露了現在這樣的矛盾在這裏 我們要問一件事 究竟現在政府有沒有聽 防疫專家的意見 有沒有聽本地防疫專家的意見 而去做出那個決定 還是還是聽某一方面的意見 他叫你做這件事 你只是跟著某方面的意見 某方面的指令 去做現在這種 令到市民感覺到很困難 我們現在今天還在講的 如果你這幾天 是要出一個全民強制的檢測的命令 就麻煩你早一點都講 就不要假律 越來越手足無措 那第三件事更加重要 這個結尾就一定要提 就是明報今天的頭版 全版就是說現在近來去 就是在那個軍疫的時候 死亡的長者 是打了針兒死亡的長者 打了這個防疫的針兒死亡的長者 有百分之八十七是打科興的 那你一聽到就 喂如果你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還要繼續用這個科興呢 基本上如果這個調查是對的話 就是說科興基本上是不能夠去防禦到 令到這些長者在那個瘟疫裡面 是保持到那個性命的 簡單來說打了科興 就是有百分之一死了的長者 他百分之八十七 打了科興 仍然染病而身亡的 喂如果是這樣打來做什麼 科興做什麼 那剩下來了當然 就是現在大家強去推薦打這個復必泰 但是復必泰那個副狀是怎樣 就是希望那些專家是繼續去 就是向市民交代 簡單來說就是 因為這次的疫情 令到很多長者死亡 其實他們是枉死的 如果政府在事前的規劃好些 對疫苗的功效掌握得好些 很多的長者 是能夠避免這次劫難的 好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文俊 第一節的時間 是啊 你可不可以呢 因為今天我真的沒有講過時事 你給我用幾句話去講 可以嗎 好 快而征 第一 我之前袁蓉說的 香港其實是超過了100 或者150萬人感染的了 因為大部分 其實是感染了 他都看見你政府搞到這麼嚇人 他都免得跟你報了 然後自己已經康復了 香港是有超過100萬人救了自己 是啊 這是真的 好 另外第二件事 現在走去推那個叫做 全民禁足強檢 是多鞠魚的 第三 現在走去推那個強檢 也是多鞠魚的 因為其實呢 整件事都不是這樣的 只不過林鄭呢 我也這麼說 行政成員 以至專家所有事情 她全部都是法蘭西皇帝废人士跟你談 她自己就是專家 所以她自己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玩 好了 然後第五件事是什麼呢 林鄭說是有些驚喜給大家的 我在想 可能是找鍾南山來做特首 哈哈哈哈 他是港澳最有權力的人 好 另外第六呢 那就是 唉 現在呢 說真的 你每天去看這些鬧劇 其實 其中一件事 打針 為什麼打科興呢 因為那些人說嘛 科興打下去是最沒有了道 所以不是打科興 打了等於沒有打嘛 我聽到近期的人是這麼說的 打了等於沒有打嘛 他們又怕那個負負責任 就是現在這個局面是兩難的 但是你如果那些長者 打了針 死的 就百分之八十出打科興 那很明顯 就是這個人打不打得八 是不是 他是為了那個所謂的 什麼指標 指標 就是他為了交差而打 就是其實呢 你這件事呢 是真是很有為人性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英國 加拿大 開始逐步放鬆 我沒有記錯 台長是不是英國現在 簡直是 叫大家不要戴口罩 然後出街 是不用什麼檢來檢去 沒有這些 他簡單來說 就是全部的之前的 強行的檢測的措施 防禦措施全部是解除了 就是你去英國現在 你都不用有任何這些證明 你都可以入境英國 沒有隔離那件事 是事有疑問 是事有疑問 口罩就算他那時候 就是呼籲的人不戴 都不是 就是很多都不戴 因為我在倫敦那時候 和在文設施也看到 文設施基本上就是不戴的了 在倫敦那時候 就在地鐵站裡面 車廂裡面有人戴的 但是現在的掌握商 大部分人都不戴的了 就是這個是他們的 就是他們 他們特別是很討厭口罩的 就是有人這樣說 泰國啊 都開始宣佈 說當這個的所謂 什麼俄米 昨天說的什麼 俄米 什麼聶賽俄 都是當 就是Omicon 這個中文句話 都是當它是這個 普通流感算 那你大哥 你也要孝化一下別人 所以 唉我這樣說 其實如果你去到現在都沒有打 就不要打了 昨天也有些聽眾問我 我一直沒有打的 其實是不是現在 是不是要怎麼樣 我真的很害怕 我說怕你不要去做 就算了 反正都走到這一步了 已經搞到這麼火了 是不是 你過了最佳時機 是打你一年前打 我就給大家一個另外一個看法 我都一直說的 我都說了 我自己就打了兩次 現在的情況 可能你可以期望一件事 就是你有些新的藥出來 更加好的 可以幫助大家去面對那些變種 甚至有些口服藥 口服藥 口服藥就要你在 我聽說應該五天之內 就是病發五天之內吃就最好的 我覺得大家真的應該研究這些事情 但是你現在譬如政府去強制 就說要打第三針 我覺得這個做法大家 在市民裡面必定有相當之多人有抗拒 原因就是你打兩針 你都不能夠處理到這個問題 打第三針行不行呢 我希望政府能夠很清晰地告訴你 你自己有百分之百信心的 或者很高信心的 你去告訴市民 還要給出一些證據給我們看 好了文俊 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 我們待會做第二節好不好 好 好 那第二節呢 就繼續說回國際的事情 待會見 好 我應該見 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又來到這個火之神 搭尾班車 但是今天呢 有一個非常棒的菜 就是這個燒牛肉沙律 但是還沒說這個燒牛肉沙律之前 首先要鳴謝啦 因為大家見到啦 今天有一支長頸APPOV 高人一等啦 這支法國優質的乾淫 是司徒文俊的牛爸爸 就是細伯 就特地送給我喝的 有兩支 另外一支就留在家自己慢慢喝了 但是這個是非常非常之驚貴 今天你找這支APPOV 難如登天 另外就是火之神的老闆呢 相當之細心 今天就擔心我吃澱粉太多 就特別做了這個燒牛肉沙律 燒牛肉沙律呢 最重要是牛啦 那我為何嘗嘗呢 就是這個牛肉呢 這個西冷牛扒呢 就是五成熟 或者高 即是大家如果吃完 五成的可以七成 但是就不要全熟 為甚麼呢 太過癮了 嘗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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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菜 菜啦 剛才是老闆走過 非常非常之好味 好和味 那待會我就會消化這支APPOV 大家記住 這麼好吃的東西 一定來試試吧 好 今天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 四十二一 多了 基督 神秘之日甚麼時候開始呀 你一個人開始就開始的了 所以不需要等個內的 是吧? 你講了這個環境 出了閒意 就是戴面罩的 最慘就是這樣 是呀 沒辦法了 想聽神秘之夜 記得支持梁錦祥頻道 歡迎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 梁錦祥的飲食世界第一集和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來到旺角女人街 一間叫火之神食店 這間食市雖然地方小小的 我做足防禦措施 為何做足呢? 雖然我現在不戴口罩 但室內就只有我一個客人在這裏 這間火之神就是以和食和洋食 Fusion作為賣點 今天老闆特別為我做了一道 很受歡迎的菜式 這個就是海鮮湯 煎魚湯底的海鮮湯 海鮮粥 配些什麼呢? 就是餃子 另外一個小食就是炸雞形 我首先試一試這個湯底 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食相未必好看 大家看到一筆出來 有這個辣爪魚 相當鮮味 再配上餃子 是否應該混合去試試呢? 嗯 應該不是吧 應該混合去試試試吧 好 酸味一流 那便不要怪我了 今天是飲食節目 所以 就再做了這個 枝滑糞 大家不要怪我了 現在雖然是下午 但要對分 對分 一瓶 這瓶是正的 火定 接著 就試這個小食 這個是雞翼 我們加一點沙律醬 哇 裡面咬出來有汁 好滑 好鮮味 大家如果看過這個片 食肆大動 引起你去食育 就記得 在六點之前 就不要 六點之後 就來到這個旺角的女人街 火之神的食肆 那裡 光顧一下 就幫這些食肆 去製造一個口碑 讓大家知道 其實香港有很多好吃的 多謝各位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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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